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今年的暑期档,古偶剧《长相思》,莲花楼的热度都非常高 不仅如此,两部剧的感情戏都不走寻常路 《长相思》中小妖的官配是涂山景 连歌手张信哲都成了妖景CP粉 而在莲花楼中,诚意饰演的李莲花 她的官配是乔婉免 剧中两人的感情戏,却让人非常的唏嘘 邓维因为《长相思》人气暴涨 值得一提的是,在《长月静明》这部剧中 邓维曾与陈都灵是一对CP 同样在偶像剧中喜欢陈都灵 莲花楼中的诚意与《长月静明》中的邓维 从剧中人设到演员的表演方式,都有很大的差异 莲花楼诚意,爱是成全和放手 莲花楼中诚意饰演的李莲花 十年前她曾是武林第一高手李湘怡 武功高强,但也自负,高傲 而乔婉免号称武林第一美人 美女和英雄也算是绝配 不过,因为李湘怡与嫡妃生决斗 从此要无音信,她与乔婉免也失去了联络 乔婉免虽然苦等了李湘怡十年 但其实早在十年前 就因为李湘怡被太多的武林式牵绊 总是忽略乔婉免的感受 所以,乔婉免就已经给李湘怡写了分手信 但因为李湘怡突然失踪 乔婉免没有办法接受 她一直苦等李湘怡十年 十年期间,小紫禁对乔婉免照顾得无微不至 乔婉免对乔子禁也动了情 十年后乔婉免与李莲花相认 但李莲花自知时日无多 她也大方地祝福乔婉免 只是,因为小紫禁一直没有办法放下李湘怡和乔婉免的往事 乔婉免也很难获得幸福 莲花楼中,诚意饰演的李莲花 她对爱情的态度就是成全和放下 经历了一次生死 李莲花看淡了一切 包括感情 诚意饰演的李莲花 她的剧是极少感情戏如此轻描淡写的 擅长刻画细腻感情的诚意 在莲花楼中并没有发挥特长 有点可惜了 长月静明邓维甘愿为爱牺牲 可惜对方却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要说长月静明最讨人厌的角色 当属剧中成都灵饰演的角色 剧中她一人分是三个角色 不管是天欢、夜冰长、淑女 都是极大的反派 而邓维在剧中也是一人分是三角 三生三世都与陈都灵饰演的角色有虐恋 长月静明中 邓维的三个角色都被虐得很惨 她对爱是全心全意的付出 奈何对方只是利用她 尤其是夜冰长与萧琳的感情戏 看著真的让人生气 邓维的颜值很高 她对感情戏的演绎也很细腻 尤其是那种为爱奉献所有的精神 让观众也很有代入感 长月静明中 邓维也是剧中的男儿 她因为这部剧人气大增 不过 长月静明与长相思中 邓维的人设也不一样 尤其是对手演员不一样 邓维的表演也有不同 和养子对戏 因为感情更细腻 邓维的表演也更加有层次感 承意、邓维 都是偶像剧起家 承意的今天或许是邓维的明天 承意现在的人气比较高 从琉璃到陈湘如谢莲花楼 她现在的偶像剧资源也比较好 而邓维 从长月静明到长相思 她虽然都演的男儿 但因为剧的热度很高 现在邓维的人气也直线上升 邓维的颜值再现 演技也是可以的 相信长相思播出后 她的偶像剧资源也会更上一层楼的 如果她能有诚意的好运气 碰上琉璃这样的好本子 并且也难一号 或许邓维就是下一个诚意 也未可知 莲花楼中诚意与长月静明中邓维 他们都与陈都灵饰演的角色有感情戏 不过剧中角色对待爱情的态度完全不同 承意演出了李莲花的豁达与通透 邓维也演出了为爱牺牲的悲壮 两个人的表演 观众都很认可 从CP感而言 就外形上看 其实邓维与陈都灵更搭配一些 承意与陈都灵的CP感的确略逊一筹 同样喜欢陈都灵 承意与邓维对比 你更喜欢谁的表演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